不夸风,周恩来深感忧虑,但也难以制止。 他曾陪一些外宾到成都郊区参观了一个农业合作社。 他后来说当时的感觉是, 这个社提出的计划指标很高,当时我不敢相信。 由于计划是经过全体社员讨论通过的, 所以我不能泼冷水,只能表示祝贺, 并说如果在执行中有困难,我们上面帮助解决。 1958年9月的一个晚上, 周恩来跨上了北京五路公共汽车。 两个小的东西发行orts地隔起来," 两个人说好 您要请过头 三城铁家到了 这我们准备干扰 南港都不够办了 这桌子已经发现了 这桌子已经发现了 这桌子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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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了 再说就坐这个位置上卖票 这边交流 这边交流 正好是天桥局长散场 上来人很多 我们招过乘客上完门关好之后 我前面开始收客 打串卖票 卖的单日坐在这儿 我看着 我说哥你买票吗 他说我买票 买北海两张 我当时把票 我也没一看他人 我就把他钱收过来 那份都是四分 七分 九分的票了 一毛一 一毛三 一毛五这样的票 买他九分票 找他钱的 在找他钱的时候 我当时要看他票 我一看他这样 我一看呢 很惊讶 我内心里就叫出来 因为这不是周宗里面 从肺腑之言叫出来了 这时候呢 总理笑了笑出我 小伙子 你们辛苦吧 也辛苦吧 我说不辛苦 我老吴 总理得车了 是吗 老干过来跟我小声说 总理他后来做作呢 我当时我不可能 我想 我想不可能 总理怎么会坐咱们车呢 结果到下一站呢 停了车之后我往回一看 总理就在第一 当时这四个大车 这边是左边是单排座 右边是两个人双座 就在第三个座上 那座呢 也就是说离司机挺近的 司机背后有一座 再另外一个就是 都是往前的了 就在第三个座后 我一回头就一喊 右 可不周总理吗 这时候从那开始这车 坑那什么了 我这重点一开 我别到时候让 你到时候车颠颠锅嘛 那到时候让总理坐着车 那哪行 我说这车的加倍的重注意 总理后来就又坐边起来 就跑到那什么 前面司机这个背后 总理又扶着这个拨 那个栏杆 站在我后的 我一回头 你看右 总理就在这儿了 当时激动的不是说什么好 你要是有个思想准备呢 那到时候 说今天下午 比如说就好像 总理几点几点 你能见到 再说心里也有个思想准备 到时候跟总理说 说点什么 当时抽不冷这一看呢 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心情很激动 我跟总理点点头 你开车那时候 挺要求挺那什么 不许说话 所以跟总理就说 就好像是 我说总理你好 就说这个 不许那时候 司机偷了都有一条 司机又是不许闲 你还不许那什么的 那时候要求比现在 要求的高 不想闲在这车随便那么开 那时候 总理一直就是站着 站我这个背后呢 站了这么一站 有时候 因为晚上嘛 司机上有一顶灯 到时候我 一边走着车 一边开一下顶灯 看一下总理 这时候一会儿关了 开一下总理的灯啊 这车一直走着 我就回车就看看 总想多看你也 可是又不能不敢那什么 不关灯 你走车不关灯也不行 一开着灯 抽不冷的 赶紧看一看 在这里总理 点点头 五路汽车驶到北海车站 周恩来下车走了 周恩来在五十年代 曾坐过两次北京的公共汽车 这天晚上 为什么要去乘公共汽车呢 或许是为了做点调查 了解老百姓的生活情况 或许只是为散散心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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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1959年六月底 周恩来从武汉乘坐江峡轮 赶赴江西庐山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从这段镜头里看得出 他和随行人员的心情 都十分愉快 从1958年冬天开始 大跃进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 毛泽东和周恩来等 是较早冷静下来的中央领导人 从1958年11月初的 郑州中央工作会议开始 毛泽东就提出 要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 此后不断发出警告 胡切尔不要拉得太紧 拉得太紧有断銜的可能 由毛泽东提议召开的这次会议 目的是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 庐山是周恩来非常熟悉的地方 二十多年前 他几次到这里和蒋介石会谈 如今又在这里筹划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大事 在庐山会议前期 说起1958年大跃进的失误时 毛泽东谈到正在养病的 国务院副总理陈云 他说国难思良降 家贫思贤期 又再三提议 由周恩来负责制定 1959年的计划和生产 一位参加庐山会议的当事人 后来回忆说 周恩来是当家人 他不能空谈总路线的正确 在庐山上 他始终务实 算经济账 落实1959年的经济指标 以彭德怀给毛泽东的这封信为标志 庐山会议的主题突然发生了逆转 从九左变成了反右 总理通知我到陆山去汇报 刚才平衡情况 我和国家几位的安治温土 两个人一起 坐这个总理的飞机到陆山去 一到陆山这个气候就变了 到了当天晚上 一保岛总理就招大家在一起 告诉大家现在这个姓氏是个什么姓氏 大家说话要小心一点 这就避免了在这个金药的关头 干部犯错 所以对总理爱护干部 确实无为不止 接着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 对彭德怀等同志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于是召开这次会议的原定目的 没有能够实现 弥漫庐山的云雾 似乎预示着中国经济的困境 就要降临了 这时候 一份反映十五个省份出现灾荒 甚至饿死人的报告 送到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 而北京 天津 上海几个大城市 也处于只有三五天存粮的危险情况 回到领导经济工作前台的周恩来和陈云 焦急万分 这是当年拍摄下来作为资料用的 有关北京市民排队购物的镜头 中国的老百姓开始了平票买粮食 买副食品的日子 在这样的情况下 周恩来和陈云两个人商量 决定进口粮食 当时这是一个令许多人不能接受的事情 当时这是一个令许多人不能接受的事情 所以业急庄 李贤年 李贤年同志 决定的 一百五十万 一百五十万东 到了空明以后 外贸部就过来电话说是这个 要这个 现在 陈云同志决定啊 要进口二百五十万东 我把这个情况就报告了总理 总理很沉总理 总理说这么一天就这样子打电话了 所以他就马上给陈云自打电话 打电话给陈云同志 陈云同志就把情况给总理讲了 讲了以后啊 因为总理也很了解陈云同志非常自喜 非常问贱的一个领导同志 所以总理就是陈云同志要一百二百五十万东 恐怕这些事情不能少 少了会处处乱置 所以总理感到很沉重 因此呢在这个沃水总理就面对访问 访问第二天要结束了 总理晚上告诉我说 你啊不要和不要水代表他回去 你啊直接到香港 这是周恩来当时的工作台里 上面反反复复记载的都是谈粮食问题 在粮食最困难的日子里 周恩来曾下令准备几列装满粮食的火车 停在交通干线上 随时待命驶向告急的地方 我们在翻阅周恩来档案的时候发现 从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 他为解决粮食问题的谈话就有一百一十五次 其中还不包括他做出的有关批示和文件 工作人员还为他制定了这张 从全国各地购销调拨粮食的图表 因为它是用许多张表格粘接起来的 很像藏族人民表达祝福用的哈达 人们就把这张表格叫做哈达表 一九六一年九月 中央领导人第二次来到庐山召开工作和 中央工作会议的时候周恩来就住在这里 他煞费苦心解决的还是那个粮食问题 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 周恩来曾经找到当时的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 商谈调拨粮食的问题 那么他就讲 尚伟总之啊 他说这样的 我今天来呢和华东几个书记一家一家的谈一谈嘛 我每家我都谈一谈 我主要现在中央有点困难 他说现在三年自然在海啊 你们是知道情况的 全国讲粮 特别是粮食紧得不得了 他说我们很急 我也知道你们作为审理头竹 你们也很近 但是全国说来 江西还是可以的 过得去 我晓得 你们调了十亿斤粮食 我知道 我一说这清楚极了 他说这个上回 我现在来给你商量 还要请你增调一点 上回就跟他讲 说不过没有严重的地方 饿死人那么厉害 腹肿那么 也有腹肿病人 但是不是很厉害 但是呢 我们知道中央景 我们也自愿中央 十亿斤粮食降细 也不是大省 是吧 他说不是上回 我们知道你们对中央做出巨大的贡献 他说 今年主要特殊情况是 四川是天府之国 天府的 他是村粮食的大省 但是呢 今年招了债 所以中央现在粮食调不过来 还要给你们增加脸一斤粮食 你还增加脸一斤 上回董事说 总理啊 脸一斤粮食很困难 总理说 我知道你困难 我晓得你的情况 知道你不是没有困难 有粮不掉 老表是老实的 总理是很好玩 他很开玩笑 老表是老实人 我知道你困难 但是中央 你还是要照顾大局 就还是要自言中央 那总上回说 总理 你既然这样说了 我回去上粮 论井库呆 年一斤粮食 我都掉 保证掉给你 保证 结果那一年 掉了十二斤粮食 总理很高兴 他说 老表风格高 老表风格高 你这年一斤粮食 要救活多少人啊 要真正走出困境 还必须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 1960年6月 毛泽东在上海写下的 十年总结中 说大跃进出现的问题 是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我们搞建设 还有很大的盲目性 我们要找出规律 里面还提到 周恩来提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 屁股们留了